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个新的工具 那么这个工具是用来生生视频的 这是两种模式 门生视频和土生视频 两种常见的模式 然后它的效果我们看一下 这个效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 在同类型的视频工具里面也算是不错的了 大家看这个相关的细节 火流仓度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非常的好 然后它最近这个模型 是两个非常小的模型 5.0这个模型 看了一下大概四个多G 那么它这个模型小 当然对我们这个家用电脑来说 肯定是个好消息 模型小 对这个配置的要求也比较低 这是非常适合我们家用电脑来使用 不过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推理过程比较慢 那么在这两个前提下 它这个推理慢 其实不是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是我们可以接受的 具体我们看一下工具 这个工具也不是太大 19G大家自己下 下完之后我们还是 一个是后台 我们启动一下 好这样启动完毕 这是后台 然后我们再启动这个前面这个UI 这个时间就比较快了 应该出来了 点一下 打开这个界面 其实没什么可说的 直接做视频吧 首先呢 这个提示词 这个词呢 大家可以自己写 我这边准备了一些 直接用这个吧 然后翻译一下 这个提示词呢 不支持中文 而我用中文视力下 效果不行 大家就使用英文就行了 然后一个浓密波浪卷儿的这个女性 背景是港口 温暖色调 差不多大家看的意思就行了 好 然后呢 我们这些就都不改了 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部数 推荐大家使用20部 20部的话 这个出来的效果就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当然如果你需要更高这个画质 可以把它继续提高 官方推荐的是50部 但我试了一下20部就不错了 下面这些没必要改 当然宽度高度 你如果你想要更高分辨率的话 你就自己改 帧数 FPS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懂 他们就不说了 这个做出来是一个5秒钟的视频 最长是10秒钟 一个视频 它这个具体的生存时间呢 就是 每一步啊 需要一分钟时间 就是这个20部的话 就20分钟时间 所以之前那个 我做了一些视频啊 待会我们直接看 看看这个正常的生存流程就行 这个它会首先加载模型啊 因为这个模型非常的小 所以说对内存呢 造不成任何压力 特别适合加入电脑 显存的话 在整个运行过程中 加载模型的话稍微大一点 大概8个多G吧 在正式运行的时候吧 大概需要6个G左右 所以这个6个G的显存就能跑 这个我相信我们基本上所有人的电脑 应该都是可以跑的 所以说这个推理慢的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我们看它后续会不会出一个 加快推理的一个东西吧 如果有的话我们后续再更新 那么我们直接看效果 效果的话 这个我之前跑了一些 在港口是这个 大家看这个效果就是跑出来的 前面这边呢 还有一些啊 它是8步 大家看这个8步的效果 其实8步跑成这样啊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平常棒 然后这个是这个是20步的 看一下 这个画质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是这边我就不去等了啊 然后我们这个看一下这个图顺视频 好没事 我们让它跑的啊 这边呢也是给大家看一下步骤啊 那么这边呢有一个图 大家给你看一下这个 这个图啊 然后这个题词啊 这个题词呢给大家看一下内容 因为这个中文不支持 所以有点麻烦啊 大概呢就是说这个镜头会移动啊 然后这个花呢会向后拉去 整体就是会移动吧 大概就这个意思 至于这个效果呢 应该是这个 这个就是整体的移动效果 还是这样的 然后有什么耶误嘛之类的 还有它 它的话是我后来把这个提示词改了一下 它改成开花了 再看一下 大概就这样 如果这个效果你没想要的话 你就继续跑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我相信大家都懂 好 那么大致就这样 大家自己试吧 大家拜拜